插花 然後在廟前 佛前奉花 漸漸的大家就把這裡叫做池芳 然後在 1462 年的時候 池芳的忠心之主啊 他就開始插花 然後在歷史文獻等他記錄下來 慢慢慢慢的話 就這樣子有插花的人來 那當然還有中國花語 我們中國也是自古以來就有 就有中國花語 同學知不知道中國花語 跟我今天介紹的池芳的花有什麼不同 那中國的花語的本身啊 通常我們擦在那個古墓上面 古銅器啊 然後是用五行來擦花 然後他們的話就跟什麼三大類的擦花 大概我就簡單這樣講 擦花的由來 一般的話是從寺廟裡面 就是有僧侶他們在十項方面擦花 很多人就圍觀 覺得說這個花還很美啊 那又有人去研究 那慢慢就有擦花 那我剛剛有一個問題 那花直接擦在花園裡面就好了 為什麼要擦花 有人要回答嗎 有人要回答嗎 你們都沒有上網去看 我們公布的資料對不對 你們需要印給你們嗎 你們自己想想看就是這個問題 擦花 平常拿一個瓶子來 摘了花就把它擦上去就好了 需要擦嗎 就需要學擦花嗎 你看看真的 蛤 有人在跟我講嗎 全部從後面收上來好了 我們開始擦放好了 然後擦放的時候 我們會走過去看你們怎麼擦 然後再問問題 全部收過來 我們可以看什麼問題 其實時間比較長的話 我是要互動討論的 就是有問有答 都有同學自己答一些 外面同學請問